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八十四集 毫无攻击性的皇帝 傍晚的时候 众人就跟着包大人进宫去了 白玉堂和展昭是分头骑马去的 包拯带着陈心和月牙 还有公孙抱着小四子分别做轿子进宫 撩开窗帘 小四子望着外边的风景 爹爹 开封真的好大 小四子自从进了开封之后 心情就很好 或者说和大家碰上之后 小家伙就一直很开心 公孙都快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哭过鼻子了 小四子 一会进宫不许胡说八道 知不知道 尽量少说话 还有啊 别人问你什么呢 你不好说对开封府不好的话 小心人家给你下套 下套是什么 宫里的事情呢 爹爹是不懂的 怎么说呢 包大人他位高权重 爹爹 我们不能给小包子添麻烦是吧 小四子拍拍胸虎 让公孙放心 众人都是从南门进的 展昭带着白玉堂走了北门 北门口果然很多侍卫 南公记拿着一幅图纸正分派人手呢 南公 展兄 展昭走到跟前 就见南公记打量了一下白玉堂 白玉堂和一般进宫的人的确不一样 起码他看着并没什么开心或者不开心 九雅 白玉堂看展昭 这人他不认识 不过这人应该知道他是谁 性格貌似很特别 南公记 展昭给白玉堂介绍 白玉堂心中了然 大内第一高手 也一拱手 南公做了个请的姿势 展昭和白玉堂就进宫了 从北门走 经过好几条长长的两边都是高高围墙的路 原本觉得路应该越走越宽吧 不知道为什么越走越窄 展昭意识到又转晕了 白玉堂无奈地看着他 大宋皇宫是井字形够早 你绕了两个圈了 再绕我们就要从北门出去了 展昭尴尬地搔了搔头 白玉堂想了想 伸手摸了摸墙壁指东边 应该是往那边走 走出小路 看到主路一直往南走就行了 是啊 跟我想的一样 白玉堂哭笑不得跟他一起走 在展昭又一次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拽了他一把 指指一侧 示意这边 展昭昂手挺胸继续带路 看到了宽敞的皇宫主路暗自感慨 这次竟然成功出来了 以往每次都得直接飞上屋顶着路的 这白玉堂简直是居家出游必备万能耗子王啊 两人走了一阵 就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走过来 一颗鲜红的脑袋特别显眼 应该是欧阳邵征 欧阳身边并肩走着一个男人 看起来不到三十岁 一身黑衣却不是赵普 此人比赵普要瘦 皮肤很白 欧阳一边走一边不知道说什么 他只是静静走在一旁 面无表情的劲儿让展昭觉得有些眼熟 不过白玉堂平日面瘫的话像冰山 这人就有些阴沉 还有一股子莫名的冷酷和狠力之气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什么人 伤心那么重 这时 欧阳看到他俩了 伸手挥舞 和他那颗脑袋一样那么热情如火 喂 你俩可来了 男公说你俩早进来了 可能又迷路了 展昭尴尬 那个幼字有一点点刺耳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 眼中闪过一丝醋霞 展昭望天 有些怀念初见时那个比较正常的白玉堂 想到这里展护卫摸下巴 貌似白玉堂跟别人都挺正常的 就是跟他比较皮 也嚣张 还会开玩笑 为什么呢 想了两久 展护卫想通了 人善被人欠 估计是这个道理了 我太好说话了 我介绍一下 我兄弟 邹良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的一条眉 独狼邹良 这位在赵家军 除了赵普之外的第一高手 人称西北狼 是赵普的左将军 统帅左翼大军接近二十万人 战无不胜 原来这么年轻 展昭和白玉堂对他点了点头 邹良则看向欧阳 展昭 白玉堂 邹良依然没动 继续看欧阳 王爷的朋友 邹良拱手行礼 很有礼貌 但是依然惊口难堪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 这一离止因为他们是赵普的朋友 果然赵家军的将领各个性格诡异 唯一不变的就是对赵普誓死 效忠 绝无二心 欧阳和邹良似乎还有事情要办 别过两人 临走欧阳还对展昭和白玉堂说了一句 今儿晚上可有热闹看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纳闷 热闹 皇家的这场晚宴就摆在皇宫东侧的花园里 虽说宴情满朝文武 但其实大多数的官员都只是在皇城外围 为席而坐 见不到皇帝 而真正能进入皇宫内花园和皇帝一起吃饭的 只有几个要员 皇亲国妻 还有就是这次藩国来的使臣 其实啊 展昭也没吃过几次皇家饭 第一次就是刚遇上包大人 破了狸猫换太子那件大案的时候 当时皇上和太后单独请的开封府众人 延开了好多席 连牙役 丫鬟 小厮都请了 展昭那时跟包拯进宫 其实也是没发生多久的事 第一次见赵真 对他印象不错 展昭之所以见到赵普第一眼 联想不到他是皇亲国妻 主要是因为赵真和赵普虽然是书职 年岁相差也不大 但是长相性格给人的感觉上 简直是天差地别 说句不好听的 赵普比赵真有帝王之气不知道多少倍 也难怪军中朝野 常有人哀声叹气 觉得赵普应该继位才对 赵真给人的感觉很是平庸 性格非常的温和 没有霸气 倒是有贵气 毕竟是皇帝嘛 另外赵真给人感觉 似乎也并不是多睿智 或者说他锋芒不露 反正赵氏向来人丁担薄 赵真这个皇帝就更是如此了 轮来轮去就是他一个皇子 都没个兄弟姐妹 赵普也没跟他抢皇位的意思 于是更多的人觉得他不是因为优秀 而从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的 而是天上砸下来的好运 总觉得他无能 和赵真谈过话 会更觉得他不适合做皇帝 这个人一点攻击性都没有 人王地主的脾气更是一点不沾 说话也常带笑 思思文文声音不高 平日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不怎么出宫门 满朝文武出对着他的时候 都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无力感 不过幸好赵真有几位众臣历称着 一位是包整 别说满朝文武 就算是天下百姓 只要包大人说赵真是好皇帝 多半的人都会称他当皇帝 一位是庞太师 自家女婿 庞太师当然是个死中的保皇派 谁敢有二心 太师第一个灭了他 一位是八王爷 八王爷 位高权重 且抚养赵真和赵普长大 此人睿智聪慧 最难得的是心地纯粮十分的仁慈 很受开封百姓的爱戴 另外据说长得也不错 虽已到中年 但是显得挺年轻的 风度翩翩英俊潇洒 他也是赵真 最倚重也是最信任的人 还有好几位重臣不赘述 当然最重要的那一位 还是跟赵真从小玩到大 只比他大了两岁的赵普 赵普跟之前几位老臣不一样 他跟赵真的关系扑朔迷离 外界总传扬他们各种不和 赵真如何地压制赵普 赵普如何地不服赵真 只有几个老臣心里清楚 这俩不像叔侄 而更像同胞兄弟 关系铁得很 展昭在路上大致跟白日堂 讲了一下他了解的众人 白日堂好奇地问了一声 赵真真这么弱 跟你说个事情 你自己判断 之前我也问包大人 赵真是不是真的适合做皇帝 包大人给我说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是关于南宫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